世界上最离奇的惊喜 一场意外之后 男子醒来竟成为了著名钢琴家 2006年 小伙阿玛托跳水使用力过猛 头部恰巧撞到池底 他昏迷五天五夜 正当大家不抱任何希望之时 阿玛托从昏睡中醒来 经过医生检查后发现 猛烈的撞击使其造成极为严重的脑震荡 阿玛托将失去35%的听力和记忆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怪事 出院后的阿玛托来到朋友家 被眼前的钢琴深深吸引 然而在此之前 阿玛托并没有接触过钢琴 更看不懂乐谱 他像控制不住自己 努力地接近钢琴 就好像被打通了任多二脉 不由地弹奏了一个多小时 就连学钢琴的朋友都被他优美的曲子所震惊 朋友表示 这首曲子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但第一次听到就非常上头 曲风时而向百鸟鸣传 时而向万马奔腾 轻月悠扬 荡人胸怀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小说 重生之我是贝多芬 而阿玛托却表示 自己一点也不懂钢琴 但只要一闭上双眼 脑海中就会自然浮现出许多移动的黑白剑 这使得自己双手知道了该如何弹奏 这么离奇的事情 身边人听了后都不相信 在朋友的建议下 阿玛托再次来到医院 经过诊断得知 他患上了一种世界公认的罕见疾病 后天性学者症候群 简单来说就是左脑受损后 突然间激发了右脑潜能 在某个或某些领域拥有了特殊才能 如今 阿玛托毅然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钢琴师 并发行了系列的个人专辑 像阿玛托这样离奇的事件 全球目前不超过50例 2014年 一位数学家表示 自己就是在12年前脑后挨了一闷棍 醒来后突然展现出数学天赋 他把自己这段奇特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 并在当年出版 看完这些离奇的故事 不仅让许多网友直呼 我也想拥有这样的超能力